被大学开除了 因为就是GPA太低了 那次打击的话让你分发赌奖 真的 真的是 我在疯狂的想 就是说我到底想做什么 因为我发现 哇我这个人学习能力特别强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我的朋友 我叫星童 然后跟哈利老师认识 是通过Chapman Cindy的导演的一个作品 然后当时我们很有缘 就是经过了至少得有三轮面试 还是两轮 对 反正蛮久的 时间也蛮长的 然后就又拍了好几天 对 然后主要是导演觉得我们两个 很有这个看起来很有演员 是的 然后我刚才还在跟哈利说 我说其实就是他喜欢弹吉他 然后其实我爸也就是 我生活中的爸爸也是弹吉他的 就是有幸反正演了一次妇女 然后当时也是 其实我觉得能拿下那两个角色 也是主要是因为哈利老师真的 就是特别 因为当时面试的时候 就是我们两个就让我们俩对 第一次就让大家对 然后那个时候哈利老师就还给我看 说他问导演说 想要什么样的调性啊 然后去给我看这么一个片子 然后我们两个其实有很多 这个沟通 所以说很契合吧 在这个表演上面 对对对我觉得那时候是蛮有缘分 一个是那个片本来都 我以为没有戏了 我也是 是吧 后来我们也聊过这个 就是都把这个忘掉了 后来刚想我老婆收拾东西 想把那个剧本扔了 然后他问我这个要不要扔掉 我说先放了 我记得这个事儿 对说完然后那个 那个Maggie就发了信息callback 对 真的是很奇怪 然后继续介绍你 我本职还是还是这个做电影嘛 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我这个职位 因为我各种职位全部都做过 对对 关于这个刚才我想了 我说我应该是问你哪一些没做过 我觉得你基本上都做过 可能是有一些可能你个人也没有那么喜欢 或者说是没有去参与的那么多 对 我记得就是当时我们拍片的时候就有聊天嘛 然后你经常在不同的剧组 做first AD second AD 摄影组有做过吗 有做过 AC也是做过 对 然后美术也是做过 美术师我一开始就做美术 你最早就做美术 然后服装肯定也 服装没有做 这个没有 但是我做过服装助理 就是在那种 他们是那种fashion的那种就是拍摄里面 就不算是电影行业 但是对就是各种职业都做过吧 然后其实就是想说可以更近距离的学习 就是说导演到底是怎么去把控这个节奏的 然后因为我这个可以讲到就是我本身的一个来源吧 就是因为我本科是在UC Irvine 然后我们是其实有一个film making的专业 但他只是一个算是manor 就是不能算为主科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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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 然后呢 我本科 是你选的那个本来你的专业博士 对我本科其实学的很很tricky 就是我一整个大学的那个心理旅程 因为我本科一开始其实是business economics 就是入的学 就是这个大家 好多人都是想这个的 所有对 所有中国学生基本上一开始都是这个开始的 然后然后后面是因为我说实话 我第一年来好像是有一点身体还是心理上 我也不知道就是当时暴涨的时间 对一个一个星期之内暴涨时间 我现在又瘦回来了 最近才瘦回来了 不管你长多少估计 没有 不影响你 就是那时候真的很夸张 然后然后满脸暴斗什么的 然后我就很难就是focus去学习 然后但我我没有意识到就是有任何问题 我就觉得说啊 可能是我本身我就有点 因为我从小性格就有点马虎 然后就是我就想说是不是就又贪玩了 这个心又起来了 然后我就没有去多想 直到后面其实被大学开除了 因为就是GPA太低了 就不去学习 那跟你说你暴涨10磅10公斤是有关系吗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是那段时间 对 然后然后就很很难过嘛 但是我又是一个其实特别跟父母非常诚实的一个人 尽管我知道我妈肯定会就是就是一顿就是天打雷轰那种的 但是我还是就是跟他讲了 然后这个事 对 然后对 我爸就是那种说没没事 这个都是你人生一个经历 你就你你自己犯的错误 你自己就是把它纠正过来 然后然后其实算是比较鼓励我的吧 然后后面社区大学大概学了两个学期 然后又又回到这个UCR湾了就是当时我的导师就没有放弃我当时我我给教授发邮件啊什么的 然后还有就是学校的人发邮件然后都大家都说说哎呀你可能不能回来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给我有一点打击吗 有一点打击吗 打击很大 对因为我从小就觉得虽然我不努力不是那种非常努力的人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至于让那个说开除 对对 因为我 是开除这个词吗 是开除 算是什么东西就是呃对是开除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中国的概念的不太一样对对对对对他他主要就是说呃就是你你GPA太低了然后你现在不能来上学了大概是这个要再去补一下什么学分就不在我们这学校 要证明你自己还有学习能力然后我当时就反正然后这一年我就觉得啊那我在疯狂的想就是说我到底想做什么因为我其实从小就对电影很感兴趣 然后我也跟爸妈都是讲过就是说我想做电影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哎你懂的就是stereotype小姑娘啊演艺圈啊就是这些东西然后我说我说那他说这些当时你明白吗 我明白呀就是他他会我妈是非常就是对我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呃有火候但是他该说的事情都会说就是呃而且他是个医生就包括什么性教育这些很早都提早都 做好对对对而且尤其我其实小学五年级就不在他们身边他是呃想就是说多给我灌输这些思想的话我是比较能保护好自己或者怎么样的是跟老老爷一起生活对但是老人家嘛去讲这些东西可能就不方便对对然后讲的又扯又扯远了我这人说话就不好所以你就其实就还蛮成熟的还行吧对对就是再加上那次打击的话让你可能分发独奖了真的真的是 对对对对那一次我是真的我发现哇我这个人是学习能力特别强 你其实属于是觉悟的很早的我觉得应该好多人都是哎稀里糊涂读到大学毕业之后或者工作也没有什么挫折啊什么东西就就其实到后面其实更麻烦 也是我自己做的也怪我自己就是对因为毕竟毕竟是我没好好学习嘛就是经历了就然后学习到嗯然后反正那那次之后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就是大学我我就下定决心就是我就是就是这样子我就那种我很很失望但是我就觉得我不行我为什么不能我为什么不能就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不但要就是把这个学给读完我要回来而且我还要把我最想学的东西都给学了 嗯然后当时其实对这个学校的专业都不了解嗯我当时选修的是因为回来之后我之前那个economics的专业已经不能再要了就导师说你必须换一个哦然后一定要换对然后就郑重我下怀我其实也本来也怎么样对对对但是但是我们学院是没有电影这个专业的所以当时我是先学了呃international studies就是国际关系嗯然后他更多的是呃 偏这个历这个历史和文化嗯这些东西的然后就写了很多论文嗯然后到最后一年的时候吧第三个第三个学年的时候呃我去跟我的导师去聊我说我真的很想学电影我说你有没有推荐我的一个专业嗯因为我不了解哦然后他就说你应该去学这个film media因为只有这个才是但是你原来是没有找到这个这个和另一个和film making它是有两个这个 专专业但是film making的话就是我最后一年他说你你这个重叠度不高你的课程什么的他说你你现在就是应该就是早点毕业了如果你想去拍摄的话这个film media也是有拍摄的机会的OK对所以我是一年读完了film media然后我当时还觉得就是觉得咽一下了一口恶气就觉得证明了自己吧然后就毕业那天我就赶紧跟我妈说我说我毕业了就很那其实这样更好我觉得嗯嗯 但最关键是你喜欢他然后又学了对那你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在也跟足吗就有去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其实教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呃比较偏思维性上面的东西然后包括历史然后我们去分析很多电影然后分析电影语言打好理论技术对都是理论技术对然后然后然后其实我特别想实践因为我不知道我很我就很好奇你知道吗尽管看过什么纪录片 然后小的时候肯定也有一些启蒙嘛但是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拍然后当时就是我把所有能拍片的课全选了一共好像就三姐就是那那一个专业应该四年下来应该就三姐也可能我就三姐有拍摄的这个对但是我反正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但是我那一年我能选到的课就只有这些了嗯然后这三姐反正就是拍了三个片但是也没有完全懂我在干什么嗯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很 很就还没毕业之前我就去找那个教授去去聊我就说我特别想进组拍我说你有没有就是认识的我也不可能说让人家就是给我去internship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狮子大开口有点意想天开了我就跟她讲我说呃有没有就是学姐之类的可以介绍给我或者是学长就是如果他们在拍一些东西的话我可以去打杂然后就是想学一下嘛呃就是给我介绍了一个学姐嘛然后跟这个 学姐当时就是介绍我去一些组就看一看嗯当时还没有给我安排什么职务我就是去拍BTS嗯然后后面到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我室友她是我学妹嗯然后她当时接触到了美国电影学会的一些就是学生嗯电影学生然后她就说美国电影学院是吧对美国电影学院对对对我老师喜欢叫他们美国电影学会也应该没没有错嗯对institution对然后对 然后当时就是他们就只想找那个呃artart方面的这么一个PA啊所以你最早做的就是没错对我都跟他讲了我说我其实完全不会做然后对我说但是我我我干活还是挺挺好的就是就只能就是这么推销对我我就说你那时候跟我们聊就是啊做了很其实参与很多就是还蛮认真嘛你就是一个不懂就学学了很细细 然后在像我们在拍片的时候就很明显就是我们俩都是在组里以前有做过其他部门的就比较比较会多一些心眼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的道具都自己都管好了什么时候归位太省心了美术都不用管我们自己都知道对对对还会问一下老师问一下导演这个这个呃对不对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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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错一个 怕帮倒门这就是很典型的做过跟过主的是的是的那后来就哎做了不同的部门然后对那演演戏的话咱们那个是第几次演你我其实说实话就是呃真正意义上的演戏那个其实算是第一次第一次因为我自己拍我觉得在大学拍的东西我是纯属是因为找不到什么演员就自己而且对我我不是一年学的这个专业吗所以不认识太多 然后我就能自己演的我就自己演我朋友帮我拍这样子呃然后还有帮朋友演这种的但是就都他们的天字都没有剪出来过所以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演对那你当时是是自己去audition的还是说呃亮亮亮就是新工厂当时还没有给他发过照片他就是他就是他推荐的时候没有见过你只看到你的微信的那个照片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那个朋友 那你的朋友全发的好哈哈对有可能有可能哎反正还是挺有缘分的然后我当时也是就是抱着就是试一试的态度吧因为他之前有一个角色也找过我但是那个感觉我拿不来吧就是我因为我好像是会要讲日语的然后我不会讲日语 ok对啊啊那个心里这个我们拍的这个片吗之前不是说那个心里的前一个片语本来也是联系过他有联系过我你说你在backstage有留了那有有account对对因为我当时backstage是用来找演员的啊是你来找演员结果他也给你发了信息后面后面我有网上过一些照片就是拍朋友的 然后有一些是我朋友给我拍的很不错的我就拿来做我的portfolio这样子然后他好像就是看到了吧然后就是给我给我发的那个消息但是我当时呃都没有去check过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想法没想到但已经有人找过你了其实你没有没有发现 所以要就是不骗的都是我骗的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对确实他那个那部戏我也有看到他的那个预告还还蛮蛮蛮那个蛮强烈的这就是像那个那个everything everywhere oh all at once 一样就是你们一个选择就是对可能是另外一个宇宙是的是的是的平行宇宙啊是后来有在演吗后来哦你你前段时间不是跟violet 吗啊对啊对对对 他他的你有演过他的戏就是就是他的一个作业啊也不算是特别的那种表演吗因为我们当时就就他还有就是 dp 还有我但是但是我是很呃也算是蛮用心的去演然后还问他我说我做的演的怎么样他是一个horror film然后我是没有演过这种类型的啊我就问他我说我说我演的怎么样然后他说演的有点可爱 我说就是很烂不是不是他说话是这样的对对对对他很爱开玩笑的对对对对对但但我也是蛮好奇的我还没看到然后还有就是你一个独奖戏吗 他就我一个还有男家大的一个片子然后那个也是当时很搞笑就是凡哥不是在做男家大就是andy那个对对对对我还蛮喜欢那个导演的然后他们的他做他们的制片然后当时我跟凡哥很好朋友嘛就是呃我就 就去他那边去帮忙呃反正当时我是万能砖吧就是这今天给我派什么活我就干什么然后一开始我跟我讲我是去做ac还是什么g ae swing反正就是搬器材然后后面那个突然就是呃艺术导演那边说艺术指导那边说缺人我就过去了嗯就是就一一天职位变化很多次然后一天都变化几个职位然后艺术指导就是男家大的学生嘛 然后他当时就是跟我聊了几句他就说你要不要来演我的戏哦是他的不是那个的对不是导演的是是艺术指导然后又叫我去演了一个对然后当时还也有audition嗯然后是有幸跟两个特别优秀的女演员就是呃叫angel 古应该是这么发音的 嗯然后还有就是呃烂语情是耐发的一个一个应该现在是学生嗯然后反正他们俩表演风格还挺不一样的嗯然后但是都蛮值得学习的吧嗯嗯剧组里面那么多职位你都做过然后包括演也行万能砖呃什么都可以演也行做也行 那这么多当中你最喜欢哪方面我其实最喜欢的说实话还是我自己也导过戏嘛就是我我其实前段时间去拍那个申请作品的时候我还不来了吗对对对我当时我当时也很想让你来但是我们那个主任就是 哦没有我说的后面的哦后面后面那个你不是申请吗哦对对对那个那个也是那个也是对对对对对那个那个是那个是我们自己我和凡哥自己拍的一个东西嗯然后当时前面还有一个是关于呃呃那个是正式申请学校的对对呃呃那个是正式的然后那个花了不少钱但是但是我觉得从里面学到挺多东西吧就是那肯定投入更多对但能看到自己有很大的就是差距所以当时拍我们 我们俩内部的时候我觉得我悟出来了一些东西了然后虽然很简单作为演员的角度去去做为导演吧就是就是对因为我那是真的第一次自己去跟啊各个部门真的有一个很正规的剧组去拍摄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我真的是衣服也管然后什么就是灯光也是我调的然后相机也是我加的只要不需要我人出镜的时候我都可以在后面长镜就就所有机器人就是我一个人做然后我就 就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懂说就是电影是一个teamwork然后是毕业这两年我去跟组就学到了我发现每个人真的是每个职位都很有门道然后就真的就蛮蛮蛮敬佩的吧然后对真的优秀的人挺多就是这种感觉那最喜欢的还是肯定是做导演吧然后做演员是也很开心做演员比较轻松我觉得还会继续吗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如果有人找的话会的 就是对主要看本嘛因为也有也有过一些本就是我觉得好像不太就是可能价值观上面我觉得不是很同意然后我就没有去没有去就是参与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可以在这个方面有一点自由的选择吧毕竟也不是以这个为主嘛那你目前就是在导演是你最主要的也是在学申请学校怎么样 应该不出意外 这个我是觉得他们学校做特别好商业艺术对对对呃不只是商业吧我觉得他们的艺术家真的挺有本事的就是啊你说生存方面对生存方面哦那这个很值得我觉得对对对对对你像要不然 读完了几年大学都都失业了真的我现在就是深刻体会到嗯据我了解好像学校是会给你多介绍一些就是首先他会teach你这个businessman的就是你去怎么就有这样的课程或者说教这样方面的东西然后他甚至还有一些好像比较就他很愿意给学生办展 就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进但基本上他是很愿意给这个机会的然后我觉得办展对于你不管是艺术家也好还是就是电影学生也好就其实呃很容易去学习到一些东西吧就你看观众的反应或者他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呃就是这个presentation啊他这些展就更加像这个社会像商业的这个环境去推平台嗯是的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嗯不能只是一门心思就是那个闭门造车对对对肯定是你因为最终都要拍出来的东西是要更多人接受然后自己也能活得更好是的是的影视太难了我觉得我觉得前期就是尤其像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就是能养活起自己是对于我爸我妈最大的一个对啊也是啊嗯不能那个什么毕竟学的过程已经花了很不少钱太多烧钱了是是哎呀 反正我但还好我本科嘛没有烧他们太多钱本科那个那你还挺照顾他们的还行吧还行而且后来你一直也在做很多工作啊包括新媒体的这些我觉得你就是太全面了如果谁找你来做什么我觉得不会啊你你我是想要专攻的但是不我觉得你在目前这个阶段你有参与过那么多然后最后你最终肯定要专攻一下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那些对你来说你说这个很对那就是财富了那绝对的肯定的那不可能一直就随便让就别人呃放你在什么位置你就做什么那你就有点被动了那您也是啊您也是啊就是也是知道很多方面我是以前我是弯道啊不不叫弯道曲线曲线曲线就是我是因为呃没有信心没有自信心所以从最安全的位置开始明白对从制片主啊我其实很明白 从这个那个呃PA啊或者群众也开始就没有人就你不会担太大的风险就慢慢来慢慢哎熟悉了熟悉了自己信心也就建立起来了好一点就才那个真的我我这个路线太弯了不建议大家这么走哈哈哈你那个弯还没拐过来已经死了我觉得就是就是存在极合理真的但是就是对也是适合每个人的性格对 只不过就是看你自己 他他喜欢周星驰喜欢成龙就所有的港片那些他那时候还流行租袋子嘛嗯他就家里面有很多是不是袋子已经是蝶儿 啊DVD对然后就是天天在家就会放嗯然后他也其实也不是很经常在家后面这些蝶儿就是我自己在家看啊结果给我给你看然后给我看然后是不是就是不我哥吗 哈哈哈没有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然后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然后后面人家就是我我那时候还没怎么识字呢就是啊太小太小后面才知道说啊周星驰哎我就想哎这个名字怎么这么接近我就去问我妈我说是不是我爸就是特别喜欢周星驰给我起的这个名字然后我妈说不是的其实是因为就是启明馆是我爷找启明馆给我起的我爸是对于就是呃我不知道他他他对于影视方面他就是都都都喜欢但是他 他没有一个非常专攻的是的巧合要制片一个片子对吧